一日农金 大家好 欢迎收看每日农金栏目 我是李冰 提醒鳄鱼呢 人们立刻会想到 它那猙獰的面目 丑陋的样子 但是有人却偏偏是喜欢它 而且呢 还千方百计的饲养它 现如今呢 养殖的鳄鱼啊 已经成为特种养殖中 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项目了 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所以呢 我们专门制作了两期节目啊 来了解一下 这鳄鱼养殖 在农产品开发中的情况 好了 广告之后 咱们就马上播出这个节目的上集 每天您都可以参与到 我们栏目的微信当中 来选出您自己最喜爱的农产品 其实拍摄农业节目呢 可不仅仅是 由田间地头那点事组成的啊 有时候呢 就像是在探索什么秘密 哎 还有的时候呢 又像是在探险 有人就这么说了 真有那么夸张吗 哎 其实呀 我也没到现场 这到了现场身临其境啊 那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了 看到这一组镜头 您能猜出来这是什么动物吗 好 跟着我们去一睹它的真容 看您猜的对不对 它就是被人们称为冷血杀手的鳄鱼 鳄鱼全球有23种 看起来笨重蓝散 却能水陆两地活动自如 看起来行动迟缓 捕杀猎物却极其迅猛 不过现在 说实话 我现在心里真的是很紧张 虽然说跟在他们后面呢 但是心里还是觉得很害怕 因为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 而且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朋友 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 哎 你要想知道我们是去干什么了吗 走 跟着我们看看就知道了 这次捕捉的鳄鱼叫鲜螺鳄 捕捉鳄鱼一般都需要几个人合作 以免被它伤到 当鳄鱼感受到受到威胁时 它会拼命反抗 使出猛扑 甩尾 翻滚 摆头等看家本领 不过今天再怎么反抗也不行了 慢点 你们 等久了 看已经开始对人发起攻击了 天哪 对人发起攻击了 他的水已经被绑住了 他伤害不了人了已经 大爷这样他就不会再动了是吗 基本上 就把他手脚都捆住 对对对 咱们捆了这个是要干嘛呢 卖到饭店 卖到饭店啊 那这个鳄鱼是拿着干嘛呢 吃吗 吃的 天哪 这个鳄鱼怎么卖啊 你们平时 正常一百块钱一斤 一百块钱一斤 那这个鳄鱼大概有多少斤 值多少钱 八千多块钱吧 八千多块钱啊 那你们卖这个鳄鱼 能挣多少钱呢 三千多块钱吧 一只鳄鱼养两年 可以挣三千多人 这就是在江苏沿城 养殖的泰国鲜螺鳄 鲜螺鳄也叫泰国鳄 新加坡小型鳄 鲜螺鳄算是比较温和的一种鳄鱼了 2005年 沿城的养殖户姚绍军 从泰国引进鲜螺鳄开始养殖 冻很会冻的 它一般几个后头 头个尾巴可以冻 但是不会伤害人了是吧 现在伤不了了 那我可以摸一下吗 可以 好紧张呀 第一次摸这个鳄鱼 而且还有这么大的鳄鱼 不会冻吧 还好 哇 它皮摸起来好硬啊 不过它身上的肉还是挺软的 这边是不是很软 哇 好柔软呀 它的这个肉 它不会抓我吧 它不会抓 它不抓了 它抓就不会抓人是吧 好怕它抓我 不抓 它不抓了 前掌一共有五个手指 齐皮是五个 后臂是四个 而且它后掌有这个脯 但是前掌没有 那齐皮基本上都没有 就是后掌有 哇 我觉得现在好勇敢呀 就不害怕了摸它 身上还是挺热的 对 还是有温度的 而且它尾巴特别长 从这开始 对 从这地方开始 是吧 那比身子还长了 感觉近距离地观察这个鳄鱼 会有好多发现啊 它现在已经不挣扎了 其实不挣扎 哦 为什么呢 没力气了吗 没力气 这个好卖吗 好卖 特别的话是这个饭力啊 连力了很多 你要银层啊 数字 有时还到我们这里进回 哦 一般多大可以卖 六十斤以外都可以卖 那一般养的六十斤 需要多久啊 六十斤 有时两年 有时不到两年 哦 这些准备出售的鲜罗鳄 都是繁殖的子二代 按照国家规定 办理了相关手续 允许经营的 鳄鱼是一种 比较古老的爬行动物 在不进行捕猎活动的时候 它们经常会像雕塑一样 一动不动 持续很长时间 看起来好像很懒一样 其实它几乎是危险的代名词 害怕了 凶猛的动物 有些害怕 我刚才看见它动了 吓死我了 我在电视上看 我觉得它很凶 它这个嘴啊 上下一呼吐的时候 六百公斤压力 啪一下子 就是一七二百斤 鲜罗鳄是一种 专门吃肉的爬行动物 它的咬合力 最高可达上千公斤 可以轻易地咬碎野猪的骨头 是世界上 现存咬力最大的生物之一 饲养员先拿一根塑料管 只是逗一逗它 它就发出啪啪的响声 那么拿一块质地比较硬的木板 让鲜罗鳄试一试 会是什么情况呢 这就是吃过 一路到这都是鸭鱼 吃过 这鳄鱼啊 真的是一种非常凶猛的食肉动物 您看这些呢 就是师傅们给这个鳄鱼 准备的今天的食物 也就是刚刚分割好的猪肉 看一下这个鳄鱼 到底是不是喜欢吃啊 师傅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就端进去喂了 可以 行 那你们注意啊 师傅 我都替师傅们捏把汗 有点紧张 哇 天呐 这鳄鱼的速度好快啊 而且能看出来 这个鳄鱼的牙齿是非常的尖利 看它这个在水里一动不动啊 但是吃起这个食物来 还是反应非常的敏捷 鳄鱼如果在陆地上遇到敌害 或者捕食猎物的时候 它能够纵跳抓扑 如果扑不到 它还可以用它那巨大的尾巴横扫 所以鳄鱼是非常危险的角色 喂食的时候 要么有栏杆隔开 要么待在五米以外的地方 才比较安全 一般都是给它喂这样的猪肉 一般都是喂指甲跟猪肉 哦 喂鸡和猪肉 哦 对 哇 好多鳄鱼啊那边 听啊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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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实还挺胆小的 你看到人过来都不可能下水了 像咱们这个池子里有多少鳄鱼啊 八九百条吧 它每天要吃多少 每天吃八百多斤吧 资本上下地只要铁鱼的时候 没铁都喂 最吃是隔铁为吃 鳄鱼要喂多少年才可以成为这个商品鳄鱼 一年多一点 不到两年就成功了 五六十斤就可以到市场上去销售了 野生鲜螺鳄的食物以鱼类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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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凶猛那么容易攻击人 而且呢刚刚工作人员也告诉我说 我们人在这啊 这个鳄鱼也不敢往上爬 所以呢现在我们就准备把机器架在这 我们过一个小时之后再过来看 看看这个鳄鱼到底有什么样的反应 鳄鱼一般在水里可以待上两三个小时 最长待五六个小时就会到岸上来 果然当人们离开水池以后 水池里的鳄鱼纷纷爬上了岸 记者竟然还有了新的发现 我发现那还有乌龟是吗 咱们池子里 乌龟跟鳄鱼是混养的 为什么要放乌龟呢 鳄鱼切下的下家楼 生下的下家楼 乌龟都把它吃了 就有个清洁工的这个工 清洁工啊对对对 那这个鳄鱼不会吃这个 哎呦吓死了 一般它吃不了它 它铐子比较硬 如果要切它的时候 它头就收里去了 而鱼咬不动它 有时候还会咬的 那咱们这池子里有多少乌龟啊 有四五百只 四五百只啊 如果踢鹿的时候啊 下天那乌龟排成是堵 堵就沿上了人了 现在踢人它都下水了 没得水了 那他们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对 哎呦 又天天呢 它反应还是很敏捷的啊 我们站过来一点吧 没事没事 就在记者采访的第二天 在鳄鱼池里 发现了一只鲜罗鳄的尸体 那么这只鳄鱼怎么死了呢 鳄鱼很少得病 几乎不得病 不吃药也不打针 是我们地球上寿命最长 唯一在它体内不产生 癌细胞的爬行类动物 养了这么多年 从来没生过病 没有 没有发现过 抗病力相当强的 就是怕冷 不怕冷 扮在凹凸度上 发现又死亡了 记者拍摄时的最低温度 还在20摄氏度左右 气温并没有达到 让鳄鱼死亡的地步 那么这只死去的鳄鱼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鳄鱼水箱 它胆很小 它的鳄鱼收紧了以后 就能出现 它那个胆了和杀了 据养殖户介绍 这只鳄鱼的死 应该是受到惊吓造成的 养殖户说 吓死的鳄鱼宰杀后 会发现它的胆是破的 这就是所谓吓破了胆 可见鳄鱼的胆子有多小了 不过在沿城 几个养殖鳄鱼的地方 都成了游客们乐意参观的景点 参观的游客多了就是看个热闹 看个稀罕 不过来鳄鱼池参观鳄鱼 一定要注意安全 千万不能翻越护栏 也不要随意投喂鳄鱼 它毕竟是非常危险的动物 其实是饲养员 也有不小心被鳄鱼咬伤的时候 那么怎么尽可能的避免被鳄鱼咬伤呢 饲养员说 不要幻想饲养时间长了 它会和你有感情 它是没有感情的 一定要和大鳄鱼保持一定距离 抓小鳄鱼时也要格外小心 在沿城 养鳄鱼除了供游客参观外 最大的效益还是餐饮消费 那么鳄鱼肉可以怎么吃呢 是不是上了餐桌 它就更赚钱了呢 这个鲜罗鳄呢 它是凶猛的 它又是胆小的 在它身上呢 还有很多秘密等着我们去发现 等着我们去揭晓 那么养殖这个鲜罗鳄 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环境 它到底又能不能赚钱呢 明天我们再继续探寻 今天呢 我们对养殖鳄鱼的品种特征 和潜在的这种价值 做了一些大致的了解 但是呢 潜在的价值并不等于现实价值 只有开发出来 并且得到市场认可之后 它的价值才可能会实现 所以呢 我们的话题还没有结束 明天呢 我们将对开发鳄鱼 这个特种养殖项目 做更为深入的探讨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 是您所感兴趣的话 那就赶紧拿起手机 为它投上一票吧 鳄鱼浑身都是宝 经济价值的确高 如何开发如何养 揭开面纱瞧一瞧 每日农金栏目下期播出